好的,这上一集啊,我们的领子要另线起针来重新织,为了达到它有这个边缘的效果啊,我们需要一共给它起162针,看,领子部分啊,162针,然后做什么啊,环形的来织我们的这个花纹啊,一共织三组,但是同学们已经看到了啊,如果我们给它织三组的话,它就有点长整个领子,所以穿着的时候这样穿,但是花纹又在外面, 所以两个解决方案,同学们啊,第一,你缝的时候怎么缝啊,给它倒着缝,不要像这款似的啊,因为我们这款是为了拍摄效果,摩托儿相对来讲都比较舒展一点,又是个子比较高,所以我们当时拍的时候啊,是本身打算是让它整个都立起来的,但是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很遗憾,所以大家在穿的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穿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如果你打算给它 翻过来的话,那么一定在织好之后与正身缝合的时候,与领口缝合的时候啊,要让正面再理,明白了吗,这是第一个解决方案,第二个,你是最简单的一个,那就是少织一组花纹,哈哈,我们只织两组花纹就行了,不用织一二三三组,记住了吗,因为毕竟是在生活中嘛,对不对, 你少了一组,你看,它自然啊,你看,自然,它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看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了,记住了吗,好,那么,我们起了一百六十二针啊,环形向上,然后织了三组这样的花纹,但是你看啊,当这三组花纹完成的时候,你没有没有注意到,实际上你所剩的针数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啊, 才剩了五十四针,按照原这个花纹的话,五十四针不足以支撑一个领子的这个位置啊,而且你要再有收针的话就更紧了,套不进脖子,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在这儿,看到了吗,均匀的这一行将所有的针数给它加至八十针,将剩下的针数加至八十针,因为你在这儿你看剩的很少了啊,加到八十针之后,然后在这儿我们要织三厘米的拧针的, 单夺纹,要织三厘米高啊,为的是什么呢,与事后这个位置啊,相衔接啊,看,这位置的宽度,然后呢,我们怎样,我们直接的啊,因为这时你都在织针上的啊,后脖子这块的所有的针数呢,都已经在这儿等着了,因为这两个尖头已经缝合了,所以这两个位置一定要织缝上,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这点啊,你可千万别把后脖子针 都收了,收了针以后,然后缝那可不行啊,俩地都收,然后再缝这脖子就进不来了,记住了吗,啊,这儿织缝上,包括前边这儿啊,也是给它织缝上,只有这两个斜的这个位置啊,用手直接缝,明白了吗,这样,整体的弹性都在,要不然整件衣服,这块就成了败笔了啊,没有办法穿了, 好,刚刚给大家两个建议,对不对,如果你要织的话,这个领子的高度啊,你要采纳 好了,完成了领子,对吗,就要织袖子了,看,袖子依然是从袖口这儿起的针啊,我们不是要这个漂亮的边缘效果吗,对不对 好,整个修处的部分呢,我们一共给它起了108针啊,这108针,切完之后,我们环形的啊 哦,同学们,非常抱歉啊,刚才好像有一点给大家没有说正确,现在所有人改过来啊,我说怎么有216的这么一个数字呢 就是我们起针的时候啊,底边这起针的时候,不如起了100多啊,是216针,非常抱歉啊,我不知道刚才怎么掉了一下这个 这纸条掉在别的地方了,我突然发现这个,也就是袖口啊,这个什么啊,底边的时候我们用起了216 记住了吗,更改一下啊,同学们,很抱歉 好,因为我看了这儿了,这儿都起100多啊,那儿,你要起100多肯定不对的啊 你看,袖口位置我们起了108针啊,然后环形线上织三组,这个花缆织后 好在,它剩下的针足够能够织袖子的部分,然后我们换红色线啊 改织袖子,跟这儿一样的花纹,之前你们已经截过图了 然后,在织这个花纹的同时,我们要做什么 这会儿,实际上你正好剩了36针啊,同学们 一边环形线上织这个花纹,同时在绣叶处,就是这个位置啊,到叶下之间的这个位置 我们要在这儿,每12行加一针,一共加5次,也就是你的总针数增加了10针 两边啊,你要是片状织的话,就是在两边加针,你要是环形织的话,那当然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紧密的加针,再不是在一针的左右加,再不是在两针的左右各加一针 同时加的啊,好了,这十针加完 你的袖子红色的部分,总长度也已经来到了26厘米 注意了啊,它的高度是26厘米 那么,在这个26厘米的范围之内啊,我们都是用红色线来织的 完成了它之后呢,我们就要做什么?在叶下剪针了啊 那么,叶下的剪针,看,在这个位置啊,我们要怎能剪呢? 首先,我们要在叶下的一侧给它剪去四针 另外一侧也是四针,其实说是另外一侧啊,这是你要织片状的话这样讲 但是你要环形之的话,这俩四针是挨着的 所以这整个八针,你可以同时剪去啊,要在正中位置剪 好了,剪完之后,斜着这位置啊,就要一路的剪针往上走了 怎样剪的呢?大家看,它是一路斜上来的,对不对? 好,在这个位置啊,我们要每两行剪一针,一共剪12次 也就是,各一行剪一针,各一行剪一针,一直剪剪剪剪剪,啊 在24行范围之内,我们剪了,左右各剪了12针 一共剪了24针,对不对? 这时候将你剩下的针平收,与修拢这个位置啊,相缝合 缝好之后,整件衣服就完成了 再次强调一遍啊,同学们呢,这件衣服的下摆几针是216针啊? 216针,同学们,哈哈哈 好了,整件衣服都介绍完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丝毫的帮助 请帮忙点赞,非常感谢各位